Santa Grauwa原警長辦公室的零售導舍專浪小組 近日在San Jose的Target商店逮捕10名嫌疑人 追回價值超過8000元的商品 這次行動發生在位於North Capital Avenue的Target店內 嫌疑人當場被捕涉嫌導舍多種商品 包括美容用品、藥品、嬰兒配方奶粉和保健產品 甚至包括一輛滑板車 辭職行動的專浪小組成員包括Santa Grauwa原地檢官辦公室 整號4警察局以及警長辦公室的團隊 Tinawes記者編輯報導